哈囉我是陳寗官 拜託大家支持唯一官方頻道年代向前看 趕快按訂閱 渤海以及南海軍演 美中這類西太平洋軍事對立拉高的同時 這個美軍的印太司令直接說要嚴防中國的導彈 同時美軍方面也要研發新的反高超音速飛彈的相關的系統 而同一時間中國的媒體跟香港的媒體現在大肆的報導 這個禮拜七月一號習近平可能會訪問香港 而且要慶祝的是香港回歸25週年 同時港警現在全面高度戒備 然後同一時間在網路上在全球上 這個全球倒習反習的運動事實上也還在延燒 而與此同時中國內部的政治跟經濟 仍然是一個觀察的核心的重點 那最近幾天包含河南的抗爭 銀行沒有錢的這個風暴 事實上還在抗爭 特別是在這樣的抗爭過程當中 這兩天網路上還流傳了一個微信朋友圈的貼文 這一份貼文是女明星郝蕾寫的 他事實上在台灣拿過金馬獎 他的主要文章講的是從沒見過北京如此悲涼 反映的是市井小明的商機 現在日子非常苦 而這背後會帶來什麼樣的政治軍事經濟的變化 我們待會兒要好好聊聊 今天現場要請到六位特別來賓 第一個好朋友是段昌文老師 大家好 再來是鄭正平老師 大家好 再來是政治評論員商譜大哥 大家好 再來是文杰 大家好 再來是黃世聰 大家好 再來是黃創夏 大家好 網路上流傳的是這篇文章 這篇文章說從沒見過北京如此悲涼 那郝蕾寫了好幾個在食堂飯堂裡頭看到的景象跟故事 然而事實上中國對外花大錢引來了全世界很大的反彈 特別是美國為首的這一個G7國家 現在也準備拿6000億美金出來對抗一帶一路 好創下我們剛剛看到中國事實上內部沒錢了 但是對外這個花錢很大方 那特別是一帶一路的用錢 引來了美國跟G7的領袖 現在籌資6000億美金 準備要全面的對抗一帶一路 是的 中國現在雖然內部沒錢 但是對外還是要繼續的表示的是習近平的強國夢 花錢和各種的專控制 技術和粉絲路徑是非常的多 現在整個美國又拉到G7要投6000億美金 然後做一個基礎建設對抗一帶一路 而且裡面包含華為的海底電纜 美國會主動的去協助一些比較落後的數位落差的國家 處理他們的海底電纜 讓他們不要被中國侵入 但是美國的一個資訊中心調查報告也發現說 習近平還在繼續花大錢 而且他現在專的控制是往歐洲那邊去走 你知道在川普的時候中美貿易戰 所以全世界兩大航空集團 波音跟Airbus 波音在這個過程中在中國的市場 中國的整個營運減少了很多 可是沒想到Airbus反而在這邊 開始親命的賺錢 而跟中國有做很多的合作 而這合作已經到了 跟中國的軍工產業 給它很多的先進技術 他們就發現說 Airbus在2017年的時候 然後整個進到天津 幫天津成立了一個最後的寬體機 機體的整個組裝和整個交付中心 而這交付中心裡面 竟然跟中國還簽了一個 先進技術和共享的一個協議 而根據這些協議裡面 還有一些整個Airbus的關鍵零組件 中國是唯一的供應商 所以這個供應鏈 都繼續給中國鑽了一個空子 而這裡面他們在2017年成立之後 這個時候在歐洲裡面 這是整個歐洲第一次 在歐洲以外成立Airbus 有這麼大的一個組裝中心 而在組裝中心裡面 他設了一個首席執行官 而這個首席執行官 竟然用的是一個中國人 而這個人名叫做徐剛 而這徐剛是一個 中國共產黨的黨員 所以跟美國要去制止 這些實體清單 完全不予在乎 而且他在整個中國境內 還成立了 大概有10家的法人實體 去進行這種營運 而這10家法人實體裡面 被查出來 至少5家以上 是跟中國的軍工產業 一起合資而建立的 而這個合資而建立裡面 其實裡面他們最推到最後位 就是中國航天工業集團 在背後做這個主導者 而這個中國航天工業集團裡面 已經有7家子公司 都在美國列位是最終軍事用戶 列入了制裁的實體清單 沒有想到他們透過這個Airbus的關係 又繼續去鑽了 而且呢 不但是整個天津 這個Airbus的組裝廠 是被中國可以滲透進去 學得了很多新的技術 在包含西安航天集團 A320的那個機翼的技術 還有很多東西 也跟Airbus跟中國合作 所以他們也得了很多的制術 而在這個整個情況之下 習近平呢 現在當然我們知道說 北戴河會議即將要開了 他在內部裡面 因為整個經濟狀況 失業狀況 還有很多大佬的反撲 壓力很大 這時候他要證明說他沒有倒 他沒有倒 所以他就開始宣布說 他在6月30號和7月1號 會去香港 參加香港回歸25年 而但是呢 這個時候講的這個 好像他很穩的樣子 可是大家發現說 其實香港現在還有疫情嘛 習近平對疫情還是怕的嘛 所以目前傳出來是 兩天不過夜 他到那邊之後可能再是不過夜 所以在香港那邊 防疫還是很緊張的 而另外一個 為了迎接他 所以李家超 這個從警察出來的 香港新特首 還出動了 是所謂的 劍子虎 中國製的裝甲巡輪車 開始放在街頭上 到處去走 然後你會看到 這是香港的公屋 這個天津裡面呢 一片紅通通 一片的紅海 就是要歡迎習近平來 所以這整片都是五星旗啊 都是五星旗全部都掛滿了 每個陽台都給你掛起來 相信習近平看了以後 一定會榮心大躍 覺得這個李家超我選得真好 然後可是不但是李家超會做這種事情 李強就做得更直接了 李強是怎麼樣呢 李強呢 是直接的在習近平 就新華社公布說 習近平可能要訪香港之後 立刻呢寫了一個報告 向習近平大跳中志武 說動態心靈是完全的正確 而且呢 要表達他自己的功勞 自己呢 堅守國門 付出了艱苦卓援的奮鬥 是要給習近平知道 而不但如此呢 有九名的中國的書記 省委書記 市委書記呢 在這段時間裡面 都拼命地向習近平表忠 所以他們寫了很多文章 都說習近平這兩個月裡面做得多好 像荷蘭的話呢 要逐條的完成習近平路線的每一條方案 另外有山東 新疆 天津 廣東 江西 通通都講說 習近平是屬於黨的核心地位 而且呢他們還要呈現 習近平是廣納民意的 是萬民擁戴的 所以透過了是人民日報 央視 新法網的官網 他們的一個平台叫做學習強國 比如說捧習近平就說 他們有接納各種民眾 對於國家的建言 在二十代裡面給協議 目前收集了八百五十四點二萬條 裡面都是對國家建設的一個建議 也對習近平充滿了期待 可是在這些包裝之下 一篇文章完完全全戳 戳破了這些假象 就是他們的一個四十三歲女星 郝磊 郝磊也曾經談過台灣的金馬甲 她只是寫了一篇文章 她只在一個食堂裡面吃飯 坐在那邊吃一頓飯 她有看到現象 她的標題叫做 從沒見過北京如此悲涼 她坐在那邊吃的時候 她看到的是什麼呢 兩格胖大叔用塑膠袋 打包走隔桌 剩菜剩飯 他們要回去去吃 然後一個阿姨到處走來走去 看到整個廠商沒有收走的飲料罐 把她收回去 然後還有一個是一個人 背著她的整個背包 在街上走過來走過去 走過來走過去 終於看到有一個桌子旁邊 有一壺水 沒有被那個店家給收走 趕快把那個水倒到她的熱水壺 直接帶走 她說什麼時候 北京怎麼會變成這樣子呢 從沒看過北京如此悲涼 她只是看到她所寫的現象 看到這個民生裡面的一個狀況 但是這個文章馬上被廣傳 很多人也很擔心 郝磊可能就會是下一個被陳述的 被習近平定義的劣跡議員 好 那明姐剛剛講到 這一個中國網路圈 這個週末瘋傳 從沒見過北京如此悲涼的豪磊 一個拿過金馬獎女明星的 這一個微信朋友圈的貼文跟故事之後 事實上中國對外的軍事擴張 跟軍事態度更加的強硬 可是明天環太軍演 26國軍演也是有史以來 非常大的陣仗跟規模 而中國解放軍也準備在 渤海跟南海進行軍演 對 確實 明天開始在夏威夷海域進行的 REMPAC 2022環太平洋軍演 其實是一個大會陣 在這之前其實我們看到 從5月開始接近到現在 已經兩個月時間 美軍一路都在西太平洋 跟各國進行聯合軍演 這一次最近前幾天是 日本 美國 澳洲三個國家 在太平洋進行動員10艘 大規模軍艦的演習 包含日本出動的出雲號 等於說多功能的航母 還有高波號 同時美軍則動用林肯號的航母 加上一艘提康德羅加級 三艘伯克級的驅逐艦 澳洲方面則出動了 坎培拉號的兩棲突擊艦 還有包含像暗札克級的巡防艦 等等總共10艘 這個畫面看起來非常的壯觀 其實在這之前 我們看到其實時間在往前推 就是美軍的勇敢自盾 同樣三艘航母 一艘林肯號 一艘黎根號 另外一艘迪利波利號 兩棲突擊艦 時間再往前推 你還可以看到說 美韓也在進行如此類似的 海上的這種所謂分裂式的展示 當時美軍也用這一個航母 同時配合南韓的馬羅島號 獨島級的兩棲突擊艦 所以這浩浩蕩蕩一路下來 其實在西太平洋 整個大規模的軍演 接下來要延續到 總共匯集26國的環太平洋軍演 所以重頭戲現在才開始 除此之外 軍事上的動作 當然為了警告 中國最近不斷的 加大對台軍事的施壓之外 同時在這個太平洋 還有包含外交上面的合眾聯合 也持續在展開 近期美國日本還有英國 紐西蘭跟澳洲五個國家 派出所謂特使加上太平洋島國 在華府召開了一項會議 而且會中共同 要建立一個叫藍色太平洋聯盟 這藍色太平洋聯盟 中間談到說當然最主要是 要應對中國相關的威脅跟擴張的野心 不過我們看到組成的成員 美英日紐澳其實非常眼熟 因為你如果換掉一個國家 美英加紐澳的話就是五眼聯盟 所以換句話說 這一次變成是日本 加入這樣的一個五國聯盟的位置 我認為應該也是在未來 可能加入五眼聯盟 再做熱身跟相關的準備 特別是日本看到近期 是美國在西太平洋 等於說維持地區穩定一個非常重要的夥伴 那等於再加上最近 遭遇到日本跟 遭遇到中國跟俄羅斯 持續從空中從海上不斷的 動用轟炸機也好 軍艦也好 在對日本示威 所以我想日本現在確實 也全面的在改變它對中國的政策 那再加大它的軍事發展的力道 所以近期包含像出雲號 整個訪問南太平洋 甚至到印度洋 最後回到夏威夷附近的西太平洋海域 這個太平洋的海域 時間長達四個月之久 這些當然都是為了 在準備跟各國來結盟 然後因應中國的威脅 那當然中國除了西太平洋威脅 現在也把手伸入南太平洋 所以近期國際媒體觀察說 這個中美之間 似乎已經在南太平洋 開始進行定員政治的角力 先前五月的時候 中國外長王毅走訪了 南太平洋的島國 特別是跟所羅門要簽署 所謂的安全協議 這個安全協議的內容 讓國際有十分的關注 特別是也有國際觀察 大家觀察說 中國提出的安全協議 叫做一站式的構築服務 非常特殊 就是說有別於 過去來講一帶一路 當然除了提供 所謂經濟上面的援助 跟發展相關的服務之外 現在還加上了提供安全的服務 什麼叫安全服務 其實先前就被質疑說 他也想要派遣 不管是公安或武警 直接進駐這些島國 去替他維護所謂的社會秩序 如果連除了經濟發展之外 連這樣的安全的議題 都由中國來掌控 其實無非等於是接管這些 南太平洋島國 這個滲透的一個手段 對美國地緣政治威脅 特別是安全威脅非常的大 當然還有印太司令 阿基里諾這幾天也談到說 整個西太平洋 中國步步進逼 特別是關島 這樣的一個面對中國的威脅 先前我們也談到說 有美國智庫認為關島 非常有可能是 整個台海戰爭的原爆點 阿基里諾更進一步談到說 中國正在進行二戰以來 最大的一個擴軍行動 不只是看到大量的船艦下水 還有包含像飛彈的數量 甚至核武也都在加速打造 那這些部分可能都會對於 對美軍原本 在這個第二島鏈的關島 可以在美軍行動提供非常多 資源的這個基地 有造成360度的威脅 什麼叫360度的威脅 可能從空中這個東風26 或者是轟利OK掛載長箭20 甚至是像055最新的 垂直發射的應急21 甚至到潛艦的應急18 美軍可能都會列入相關的防衛評估 所以這些動作對於 這一個美軍未來要加大 關島的防衛有非常迫切的 這一個急迫感 好 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 演藝圈非常知名 拿過金馬獎的女明星 郝蕾在她的微信朋友圈上面 寫了一篇文章 講從沒見過北京如此悲涼 這個文章事實上在網路上瘋傳 然而與此同時 美國現在拉攏所有的盟友 跟中國玩的是超級軍備競賽 全方位的圍堵 以及全方位的冷戰 那在複製的是 當年跟蘇聯打冷戰的那一個戰略 好 事實上我們剛剛看到的是 拜登拉著G7要推出的數據計畫 基本上仍然是圍堵中國為核心 然後中國現在內部天災人禍的壓力 確實還在惡化 沒錯 事實上這幾天的時候 中國正處在一個水深火熱 是南邊水深北邊火熱的一個狀況 這幾天的時候廣東廣西還有福建下起這個暴雨 那目前為止來說的話 大概有50萬人無家可貴的一個狀況 那包括說像在很多地方 什麼養殖場 或是說農場被沖毀的這個情形 是相當相當嚴重 還有養殖場被沖毀的這個情形 那在河南這個地方就飆出高溫 目前來說的話 這個溫度有12度左右 包括說瀝氫融化 然後還有這個玻璃 就直接碎成這個蜘蛛網的這個形狀 那甚至是北部的很多省市 都叫這個民眾不要這個出門 你要小心這個高溫的這個現象 那甚至連李克強都說 這最近的這個熱浪跟洪水 侵襲中國來說 可能對今年的農作物會造成影響 或食品都會造成影響 那這個當然會加大 整個中國的食品的短缺 或者說是這個通膨的上升 那除了這個之外 其實中國還有另外一個風暴 因為我們講到最近的一段時間 其實中國的這個地方金融 出現很多不一樣的這個狀況 特別是在很多地方是領不到錢 比如說我們現在看到這個畫面 這個畫面是河南 因為河南被他之前爆出說 有四家的這個村鎮銀行的這個存款被凍結 那被凍結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說假設我在這邊存錢的時候 我要去領就居然領不出來 而且有些人是我要去領的時候 就是被我要去這個上街頭的時候 就被標成是原本的健康碼是健康 會變成是紅碼不能夠上街 甚至沒辦法出門的這個狀況 那很多人就說 我在這個地方存了非常多錢 譬如說像有一個跟CNN投訴說 他要畢生儲蓄約莫六百萬美金 那就沒想要存到這個三家河南的小銀行的時候 就沒想要沒辦法一直沒辦法這個領錢出來 那就等於是說他好像覺得被詐騙一樣的這個狀況 甚至還有一個45歲的這個企業家 他說其實他都一直領不到錢 整個公司已經幾乎是沒辦法運轉 我還是領不到錢 所以也就是說你看因為領不到錢的時候 他們這些所謂相關人士還是想辦法 突破層層的封鎖到河南的監管單位 去要求說我們要進座抗議了 我們要抗議這樣一個狀況 結果因為他這樣抗議之後就沒多久之後 現在有些地方已經可以領錢了 但是可以領錢的時候沒想要 居然沒辦法領出全部的錢 譬如說有些像這個在中國銀行的話 你只能夠領這個一千塊出來而已 在很多地方你可以領 但是領的錢就沒那麼高 好那我們講 事實上這一次爆出這個河南的這四家銀行的話 是包括像宇州新民生村的這個村鎮銀行 然後這個河南上菜惠民村的這個 惠民的這個村鎮銀行 或是河南拓城的黃懷村鎮銀行 或是開封新東方的村鎮銀行 很多都是村鎮銀行這樣子 那因為村鎮銀行很多都是當地人是存了錢 可能當地人的這個日常生活作息 或者說可能要看醫生都是這樣 就沒想到領不到錢 那為什麼會有這種現象 因為其實不只是河南 包括像這個最近的這個 遼寧的丹東或是上海 深圳都出現這樣一個狀況 那為什麼會有這種情形呢 主要原因就是說 因為我們到今年的 從去年到現在為止來說 中國很多地方政府 他比如說他收入已經銳減 那銳減的狀況之下 他還要支付那個相關的這個水電瓦斯 這個他都還要支付運作的費用 加上說你還要核酸檢驗 這個其實目前都是要由地方政府去支付 那沒有錢怎麼辦 有些人就說 他們其實是地方政府沒有錢的時候 去跟企業要錢 那企業要錢沒有錢的話 那他索性他就動到這些所謂銀行的 這個這個頭腦去的 甚至還有人說 這些所謂比較鄉鎮的市政 鄉鎮政府的這些銀行 搞不好是跟一些所謂的這個這個 這個P2P的或是什麼 在這種吸金的這種 當然這個絕對是導致中國目前 很多人領不出錢來一個非常大原因 那會不會引發成一波新的風暴 我們當然要持續觀察 那除了這個一般民眾領不到錢之外 最近還有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 就是好像很多富豪在跑 那最近來說的話 當然比較受矚目的是劉強東 那劉強東的話 最近一段時間來說 他4月5月的時候 有出脫這個京東旗下的一個 互聯網醫療京東健康 那最近又出脫這個京東的 在美國掛牌的ADS 所以一共這兩段這個出脫下來的時候 一共套現了293億港幣就入袋 所以他為什麼在這個時候 要趕快跑 因為劉強東過去也被認為說 他可能跟江派的人馬是比較接近的 另外一個 就除了這個之外 最近還有一個消息 就是義大利的薩丁島 當媒體報導說 有一個中國的富豪 就直接買了一個地中海的豪宅 而且這個豪宅來說 他這個次之約莫是8千萬歐元 那8千萬歐元折合 這個人民幣是5.63億 那折合新台幣的話 約莫就是 已經接近25到26億台幣左右 這樣一個狀況 你看這其實非常漂亮 就是現在這一個豪宅 對是非常漂亮 而且更誇張的是什麼 他沒有用分析付款 他就直接一口氣就直接砸 8千萬歐元下來 所以人家想說 我怎麼那麼有錢啊 而且他也沒有用所謂的 因為很多人都用所謂 開曼群島的公司 結果也沒有 那後來直接查這個名字 他叫妮娜旺 那妮娜旺來說的話 這個到底是誰 這個納妮旺 納妮旺到底是誰 很多人就說 這個去查了 這個中國所有的這個媒體來說的話 只有發現到說 它是什麼 中國電子商務的這個背景 但是而且人住在江蘇城 但是到底是誰 目前為止沒有人知道 那但是呢 這為什麼會引起大家注意 因為這個納妮旺呢 他事實上是江蘇 那我們到劉強東 這個好像人家就有人說 他是劉強東的人頭戶 那到底會不會 因為劉強東最近剛好也在出脫套現 會不會是 我們不知道 但是你可以知道說其實 目前中國的富人呢 會不會在二十大前跑 這可能是一個狀況 另外就是 現在因為我們到今年 中國大概有一千多萬的這個 新生要畢業 那畢業生畢業之後 要投入這個社會工作 但沒想到最近一段時間 很多人就說 我們要暑假去打工 結果沒想到打工的時候 每個小時呢 只有九塊人民幣這樣一個狀況 那於是很多人就說 這真的是非常糟糕 特別是他們前一陣子 有針對一些 中小企業的調查裡面來說 大部分的中小企業都認為說 今年可能就有二十七的 這個中小企業是 會按照計劃去招聘 但有百分之二十的已經說 我們今年不會招任何的 新人的一個狀況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其實在整個中國的這個 生產的這個狀況來說 已經慢慢的工作機會 越來越難找 那除了這個之外 因為我們到最近一段時間 當然全中國很關心富士康 因為富士康最近一段時間 我們看到 他在中國的這個業務呢 慢慢慢慢的 似乎是有要往印度 或是往越南跑的一個狀況 特別是這幾天呢 劉洋偉他去這個印度 跟印度總理莫迪有見面 那要發展包括說像電動車 還有擴大這個電子製造 那緊接而來的話 他又到這個印尼 去跟這個左柯威總統又見面 那見面的時候也講了這件事 所以會不會讓人家覺得說 是不是在中美這個攻防之戰之下 富士康可能要離開中國 除了到印度到越南 然後到這個所謂的印尼 那是不是會越來越減少 中國的生產比重 那這個當然也會對未來中國經濟 投下一個非常大的影響 好 那我請教商譜大哥 剛剛講到中國經濟面對一個 龐大多元複雜的挑戰的同時 7月1號這個禮拜 習近平的行程本人要親自參與 香港回歸25週年 但是不在香港過夜 對 這個剛剛講到 6月30號 7月1號 分別都會來香港 他會當天來回香港回深圳 做的可能是高鐵 所以現在高鐵各方面都是嚴防死守 那為什麼他現在這個節骨眼上還要來 他要立威 立威是在於25週年 50年不變 所謂50年不變的一半 他要彰顯中共對於香港的全面管制權 跟愛國者治港 他要發表重要講話 又是講那些又亂轉制 有制即興之類的事情 那所以他不必四大風險 第一個風險是他本身有病 因為他通常案上有兩個杯 一杯是水一杯是藥的機會很大 另外一個是他怕染病 因為連續十幾天香港都是確診過千 還有那個陳國基跟曾國衛 兩個問者高官都染病了 那每一天好像今天都應1799 所以我覺得他也要冒著 省機裡面最高風險的一個地方去 第三個就是他怕政變 因為戈巴西夫1990年的時候 離開莫斯科就是819事件 這個事情是莉莉在目 第四個事情是他被暗殺 昨天抓了兩個香港人 就是他說常有那個攻擊性武器 想在7億的時候挑事 所以我覺得這個事情 會不會演出一個博浪沙的遊戲 就是張良去刺殺秦始皇與博浪沙 那香港會不會變成這個地方呢 不知道 所以他來這邊要冒四個嫌 但他依然去 因為他知道獨裁者的權利 是要崇拜 是要偶像崇拜 這個非常重要 那最近香港發生很多事情 那就比方說旗海 剛剛看到 我畫面上旗海非常多 很壯觀 現在今天 因為很多人破壞這個旗 收起來 全都收起來 所以他演了一天之後 發覺到住的人都不爽了 都把它破壞或者塗鴉 這個情況就把它收起來 另外一個事情是 他強調香港不成是英國殖民地 那這一點的話 會不會推演到台灣來講 馬關條約是不平等條約 所以台灣不成是日本殖民地 可以講得出這一點的話來呢 另外一個事情是 邀請了11個名校 他們去高唱跟演奏 我和我的祖國 另外還是講說 廣東話是中國方言 這個地方用大中國來套上來去做 而且最近香港 正把海鮮坊乘船 而且有斷橋停電停水 這個事情整個運氣非常不好 那習近平來的時候 會不會又爆發新的衝突 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但有個看點 大家不要看露眼的 科學員 會參觀一個在沙田那邊的一個科學員 科學員有很多生技 很多醫藥 還有科技的公司在那邊常駐 那這個地方擺明是跟美國幹上 因為美國會看香港自治法以來 香港就是跟中國沒有不一樣了 那這一個地方 會不會成為一個新的焦點 成為國際觸目的一個點 大家可以再觀察 好 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上個禮拜五 美國股市反彈 今天亞洲股市都跟著反彈 台北股市事實上也跟著反彈 不過華爾街內部現在判斷 聯準會升息可能升到年底是3%以上 那現在有人喊說明年的利率搞不好拉到5% 至於美國前財政部長 桑莫斯他的看法是 他認為經濟的衰退可能是很難避免的 好 我請教鄭老師 剛剛看到的是美國前財政部長 桑莫斯他評論這一回合 美國的這個暴力升息 以及全球的局勢 搞不好這一個經濟衰退是不可避免的 然後這裡頭有兩個很大的變數 事實上是非經濟性的 一個是烏克蘭的戰爭還在進行 另外一個是 金磚五國會議之後 中俄以及其他成員國 如果更緊密的結盟的話 那供應鏈推動的通膨壓力 跟全球的脫鉤 事實上也存在一個很難估算的變數 是的 您剛剛說的就是大家都關心經濟問題 但是經濟問題又跟政治經濟的問題 這個連結在一起 那我們看看這個金磚五國的高峰會 在上個禮拜四五是一個重頭戲 然後他們宣稱這個這個金磚五國呢 它的佔全球人口42% GDP跟國土都佔過四分之一 然後又洋洋灑灑發了很大篇的這個北京宣言 那我們再看裡面這個宣言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他也許有一些正面的意義 比如說他也宣稱說要呼喊和平 然後呼籲和談 可是這個呼喊是很微弱的 可是裡面秀出來 不管是對經濟跟全球和平很負面的東西 第一個你看到普丁第一次 俄武戰爭之後第一次在國際舞台上找到這個舞台 而且透過BRIX他找到他新的盟友 特別是經濟市場的盟友 然後你看到就是剛剛您所說的 中國跟俄羅斯走得越來越近 那我們現在下來看一下 就是說下面你看到這個金磚五國的論壇 的關鍵其實是在中國 大家知道俄羅斯的狀況其實是不太好的 他打一場戰爭把他自己的形象都打招了 然後他本來想要透過他的這個軍事聯盟 叫集安組織來發動聯盟 但是效果一直是不太好 即使是上個禮拜的聖彼得國際經濟論壇 那個效果也有限 但是現在看到中國這邊 中國這邊的經濟狀況也是很糟 而且是猶豫不決 但是中國透過他自己的聯盟 然後去召開這個BRIX 然後看到他的效果是相當不錯的 所以你看到好像是俄羅斯找到一個救生圈 然後透過這個金磚五國論壇 你看到中國有可能是中俄聯盟的一個新霸主 新的這個Leader 那這個週末這個NATO NATO你可以看到他又邀請了日韓澳牛加入 可是主角是什麼 NATO在這個週末即將提出一個新的戰略 新的戰略裡面首次將中國列入主要威脅 這2010年的舊版本裡面 俄國也不是威脅 中國也不是威脅 但中國有史以來被寫入這個北約裡面的主要威脅 最後我們回來看一下 因為剛主持人說的SAMRS的預估是悲觀的 可是跟我們的戰爭跟我們將來的中俄結盟是有關係的 那我們先看一下當前的氣勢 你其實看金磚四國裡面他們以線上會議為主 而且閃閃躲躲 你看印度的態度就非常微妙 但是你看到這個禮拜 就上個週末跟這個禮拜 G7跟NATO的氣氛就不一樣 他們是實體的見面 而且是非常的有凝聚力 所以我們就看到未來的發展 的確是對經濟或全球的和平有巨大的影響 那我們希望有樂觀的版本出現 就戰爭真的是停止了 然後全球化又回來 但是有很大的程度上 也可能有悲觀的版本 因為你至少看到俄羅斯又在部署核彈 而且中俄基本上 通通都是原物料大國 這一次普丁他卡住歐洲或者拜登的痛腳卡的就是資源跟原物料 那特別是他主動對歐盟發動的能源戰爭 而且直接斷氣 像德國現在就直接陷入能源危機了 德國今天最新的新聞要求他的居民少用電 然後盡量洗戰鬥爪 好現在是夏天 夏天還可以忍耐 那冬天怎麼過 因為冬天才是他們用天然氣 相對用量比較大的旺季 所以普丁事實上發動的資源跟經濟大戰 確實也是瞄準了歐洲跟美國的軟熱 是的所以我們不管從經濟角度來看 軍事的角度來看都沒有理由太樂觀 所以我們自己要做一些準備 好那段老師剛剛講到這裡頭是全球的格局架構下面 造成的供應鏈的變數 供應鏈的變數事實上包含我們剛剛提及的 能源跟資源跟原物料 那以能源來講 批除俄羅斯的代價當然是相對高的油價 不過油價這一個波段 從120多130左右回檔再測試100塊 事實上也使得股票市場上 有一波跌升反彈的力道出來 是 最近一個月看起來主要原物料都在跌 但是跌有它的一個因素存在 其實最主要因素我先講結論 也就是存貨 存貨的因素 那其實看一下那個S&P500能源股 近一個月的這個績效來看的話 那總共21檔股票 基本上都是近一個月以來都跌幅都非常深 除了被那個拜登點名的那一家Sexomobile 那一家說他賺的錢比上帝還多 所以他跌7% 結果跳出來去反駁 反駁拜登的那一家雪佛蘭 跌幅還比較深一些些 這個似乎好像互相在上演一出石油秀 那當然我們說最近石油三天的一個發展的一個情況 我們看一下上週四的新聞出現了一則新聞說 拜登他希望石油公司CEO到華盛頓來開會 那順便將契額責任要把它推卸給這些石油公司 你看一下這個似乎好像在上演 那個一場非常非常非常這個這個很難看的一個石油秀 那當然第二則新聞的話 石油公司的CEO 呼籲白宮油價 這個對油價這個指責要轉變 結果最近Summers非常有名 這個Summers是API的一個CEO 他跳出來說 我們對於政府這種語氣 這似乎要叫他說要更改他的語氣 也就是說指責拜登 我們看一下上週五的新聞 上週五的新聞 拜登冷落了這些石油公司 叫石油公司來華盛頓開會 竟然自己去拜會這一些風電合作的廠商 再來第二則就是上週五的第四則 其實白宮會議 他們已經石油高管之間已經出來講了說 這個能源會議是非常有成效了 但是Summers又出來講說 我們所聽到部門的 跟白宮自己在講台上講的 似乎好像不大一樣 所以他不大承認說有這種 有這種說是回穩的一個情況 事實上我們可以看一下 原油跟石油的價格 那個綠色的曲線的話 那個是原油 黃色的曲線是石油 在近半年來大概石油 也就是說原油大概漲幅大概漲到 大概1.5倍左右 那石油的話漲得1.9倍 那目前的裂解價差有點高 高到目前如果我們用裂解價差 所謂裂解價差就是 石油裂解完之後的汽油跟柴油 用2比1的比重去換算成一桶一桶的原油的價格 再跟原油去做相減的一個動作 目前期貨的價格來到54塊 但是8月份這個裂解價差的期貨來到47塊 這個有什麼問題 裂解價差為什麼會這麼高 2020年對原油的需求下跌 這些被關掉的這個石油煉油廠 它到底有沒有能力再複廠 這是一個問題 第二個Summers說啊 說沒有人會投資在一個2030年 會被政府結束掉的一個產業 第三個因素就是電動車要開始 要把石油產業把它推翻掉 那當然石油庫存的情況的話 目前看起來也就是說 目前的原油的庫存情況是有點稍高了 為什麼因為需求不足 但是我們看一下左下角那個圖形的話 藍色的曲線的話 那cool all year 它在去年大概10月份之後的話 就走平穩曲線了 但是右手邊可是汽油 汽油的庫存情況逐漸在走下坡 所以可見的未來這些汽油 大概沒有人會想要去生產 怎麼說2030年都會被這個政府 美國政府把它替代掉 用電動的這個產業替代掉 誰要再去投資這一些產業 所以我們看一下這個CRB CRB只是所有的commodity 就是食物商品的一個混在一起 我們看左手邊的那個圖形 它跟原油幾乎是同步是不是 而且左手邊是CPI 基本上這兩者幾乎都是同步 再來我們來看 所以假設油價沒有創新高 我們就可以比較樂觀的預測 這一次通膨可能到頂了 可能不至於再創新高 但是假設它回檔的話 或者它再創新高的話 我們就可能可以預測CPI 可能再創新高 但是我認為原油不會再創新高 但是汽油可能會 因為裂解價差的因素 那我們看一下農產品的情況 我們跟觀眾朋友說明一下 原油是大宗的標準商品 那汽油是觀眾朋友 你去加油站加油的那個汽油 那中間需要的成本叫做裂解 那裂解的成本事實上會有差 然後在美國成本會更貴是合理的 因為美國的環保啊工資啊 都是更貴的 對 我再解釋一下 早期的時候裂解價差 大概是10塊錢美金到30塊錢 目前來到70塊現貨 現貨來到70塊非常的高 當然拜登也是因為裂解價差的因素 所以罵了那個Saysson Mobile CEO 那其實農產品有同樣的情況 因為農產品它有一個cycle 也就是說目前看起來農產品會跌 主要的黃曉越部分 是因為這個季節會往下跌 看一下去年的情況就好 去年是黑色的曲線往下跌 但是如果說我們看那個小麥情況 小麥情況是因為烏二戰爭上來之後 它目前也在走循環 也會再下來 好 我們稍後回來 換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 美中事實上 在西太平洋現在爭鋒相對 這個週末不僅是軍機在台海 正面衝突對峙20分鐘 事實上美國現在也跟雷神 準備研發反高超音速飛彈系統 是的 我們看到這個武器的研發 一向是有毛就有盾 那我們看到美軍先前 其實已經測試一型 ARRW HM183A的這種空射型的 高超音速飛彈 同時陸基型的LRHW 這種暗音高超音速武器也已經成熟 那接下來這些所謂公式武器之外 當然也要防備 那解放軍號稱同樣是 高超音速飛彈性能的東風17 這些武器可能對美軍造成威脅 所以在這個毛上面已經有所斬獲之後 那盾的部分也開始打造 所以最近這個美國的飛彈防禦局 加上這個雷神公司 要開發一型叫做滑翔階段的攔截器 這一型所謂滑翔階段攔截器 針對的就是高超音速飛彈可能的襲擊 那他簡稱叫GPI 那先前其實我們也談到說 中國先前不是國安部主動公開說 他已經第六次成功測試中段反導系統 所以中段反導系統反的是彈道飛彈 但是現在美軍更進一步向前跨境就是 他現在開發的叫中段反高超音速飛彈 等技術更加高超 因為特別是高超音速飛彈 他的一個軌跡非常的難預測 特別是他可以透過在大溪層邊緣的滑翔 速度非常快 10到20馬赫的這樣的一個高速 雷達非常難預測 那更不要講鎖定他或對他進行攔截 把他擊落 那除了這一個所謂的GPI的系統 那現在雷神公司其實也進一步獲得一份 256億台幣的合約 要開發一型叫標準三型的防空飛彈 其實標準三型 本來就是屬於海基型具備反導的能力之外 也就是中段反導 那也是跟陸基型的GPI 構成一個攔截系統之外 那現在也會 等於說加大他的一個火箭的發動機 或者是彈體 甚至他搭載更大的一個動能彈頭 這個動能彈頭叫EKV 也就是說他這一個彈頭能夠 在攻擊攔截這個高超音速武器的過程中 自己能夠鎖定或辨識 或者是以高速的方式來撞擊他 所以這個技術其實是非常的困難 也是高度的挑戰 不過看得出來 美國在這一個反導上面 早就已經技術成熟的情況之下 進一步提升到這個反高超音速系統 這個部分同樣是把這個陸基型 跟海基型可能都會列入考量 那除了標準三型其實還有另外一型 標準六型也可能作為反 這個高超音速飛彈的一個攔截器 除此之外當然要攔截 除了拳頭可以把這些高超音速打下來之外 當然眼睛也要非常銳利 所以最近美國已成功測試 一型TPY5V1型的這種所謂 數位的這個AESA主動向位陣列雷達 那這一型的雷達屬於採用這個機動的一個部署 他其實幾分鐘之內可以部署隨即轉移陣地 就在戰場生活能力 生活力非常的強 能避免敵方的一個飛彈的襲擊 那主要他是採取X波段 那能夠來探測無人機跟逆中戰機 那其實這一型陸基型的搭配 譬如說部署在夏威夷有另外一型 X波段的雷達 海基型的 等於說是雙波段雷達 能夠全面的去掌控 不管無人機或逆中戰機的突襲之外 更重要當然也能夠進一步的來監控 可能來自中國的高傳輸飛彈的威脅 好 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台灣本土的 這一個武漢肺炎的疫情 事實上略為降溫 可是現在冒出來猴豆案例第一例 是的 猴豆已經進到台灣了 24號的時候 疾管局正式宣布 台灣有一個猴豆的確診案例 這個人是一個20多歲的男孩子 他可能在今年1月到6月的時候 去德國留學 然後6月16號回到台灣 回到台灣的時候 他當然做COVID-19的一個檢測 PCR 陰性 所以有居家檢疫 可是到了20號的時候 開始有發燒 有喉嚨痛 全身痠痛 紅疹 然後最麻煩的是 開始屬西部的整個淋巴節開始腫大 從21號 22號採檢之後 然後後來送檢中檢體 發現他中了猴豆 然後中了猴豆之後 他是第一個案例 然後CDC有公佈照片 很特殊的是 他是在大腿根部那邊 展生了很多的水泡 這個東西CDC還講說 跟其他目前看到各國的資料 還有點不同 但是現在因為猴豆比較麻煩是 像黃立民他們都講說 他不會是一個像唾液或什麼的 很快的傳染 但是會很難根除 為什麼會很難根除 是因為呢 他是很容易是那個龍炮 龍炮破裂之後呢 很容易沾染衣物 沾染傳單 所以這沾染 而且呢 像江守三講說 證據資料裡面 99%都可以潛伏期 達到21到23天 所以這麼久 然後所以它是 包含是你在有很多時候 共用的公共的洗衣機 然後你一般的洗衣機 是沒辦法殺掉它的 所以這個時候 甚至於黃高斌認為說 臨座都要小心一點 所以現在這個男子呢 目前為止 已經開始匡列 他的一個接觸者 而整個CDC規定的 這一次的一個 嚴格的接觸是 他是送到了最高級的 複押病房 把它隔離起來 然後他周圍的人 開始匡列的話呢 會要是隔離檢測21天 比我們CDC什麼都要久 那連照顧他的醫護事實上 也都很麻煩 因為如果他潛伏高達20多天的話 那醫護假設有直接的接觸 事實上也存在一個 比較高度的風險 所以才會把它收到一個 最高端的 負壓隔離病房 恐怕當然在執行 他們一個醫護的 一個照顧的時候 恐怕他們的防護者設備 也會把等級 比COVID-19還要更高 好 今天謝謝大家收看 年代向前看 也提醒我們忠實觀眾 跟粉絲朋友賞描 QR Code 訂閱年代向前看 YouTube官方頻道 我們同時在IG臉書 推特 貼文上面 都有官方的帳號 歡迎大家分享 訂閱追蹤收看 謝謝 謝謝大家 所以白宮 哈囉 我是陳寗官 拜託大家支持 唯一官方頻道 年代向前看 趕快按訂閱